B.R.U.N.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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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花荷丽 问的 阿弥陀佛师尊 弟子曾经得以梦境 梦见我像根本上师你顶礼 可是弟子惊讶的是 师尊且也五体投地向弟子顶礼 彼此如此来回顶礼好几次 师尊没说什么 之后就梦醒了 弟子请示师尊此梦的含义是什么 谢谢师尊 他梦见 他跟师尊顶礼 师尊也跟他顶礼 他顶礼师尊 师尊也跟他顶礼 他又顶礼师尊 师尊又跟他顶礼 他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现在问你们 你们怎么回答 平等性质 平等性质 也是有道理 也是有道理 也有道理 我们今天讲金刚经不是要尊重吗 要尊重 尊重什么 尊重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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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你跟师尊顶礼 是顶礼师尊的佛性 师尊跟你顶礼 也是顶礼你的佛性 你顶礼师尊 你顶礼师尊 是顶礼师尊的佛性 你如果说顶礼如圣燕 那就不对了 如圣燕只是一个名 在金刚经里面讲 一个名 我讲过了台湾 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 台湾 人家查 查卢圣燕 查卢圣燕 一共有十六个卢圣燕 那你顶礼卢圣燕 就顶礼十六个人 顶礼十六个人 那卢圣燕根本不是我 你顶礼卢圣燕是 看师尊的眼睛鼻子嘴巴 这个形象顶礼吗 这个壳也是一个外相 像金刚经里面讲的 这只是一个壳 简单的讲 师尊的身体就是现在住的房子 你向这个房子顶礼也不对 你向师尊顶礼的时候 顶礼我的外相 我的这个脸 这个鼻子 嘴巴 耳朵 脖子 身上穿的喇嘛装 都不对 那只是一个外相 那只是一个外相 一个壳 这只是一个壳而已 重要是顶礼佛性 顶礼佛性 师尊跟你顶礼也是顶礼你的佛性 所以彼此尊重 就是彼此尊重 平等性质 就是这样子 平等性质 你们读过圣经的就知道 耶稣要离开这个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跟所有的门徒洗脚 十二门徒 他一个一个拿脸盆放水 然后耶稣给十二个门徒洗脚 你们谁读 谁知道这件事情 几首 看过圣经 读过圣经的知道 有几个人知道 耶稣给十二个门徒一个一个洗脚 为什么 这个就是 台湾的领导人 这个蔡总统 台湾领导人啊 我不讲蔡总统 我讲台湾领导人 这个讲的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耶稣他表现的 谦卑的精神 我们知道脚是最脏的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皮鞋好穿啊 也没有什么 每一个大部分都有香港脚 对不对 大家都是赤脚的 耶稣也是赤脚 大家都赤脚 他跟每一个弟子洗脚 这是真正的谦卑啊 Can be 台语就是can be 尊重 尊重所有的弟子 所以你顶礼师尊的佛性 师尊也顶礼你的佛性 平等性质 所以你要了解平等性质 这个是给布鲁内莲花合力奖的 莲花合力奖 尊重所有的佛性质 空间 参加 尊重所有的佛性质 参加 奥